大家好,歡迎回來法律廣場環節感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智諾,Anno Anno,你好 Anno,這一節,不如跟大家看看市場的消息 零售股IT公佈了第三季的財務數字 和大家看看IT公佈截止去年11月底子的第三財季業務狀況 期內香港和中國的同點銷售額分別跌3.4%和6% 而日本區錄得18.6%增長 期內整體毛利率是61.6% 按年增長2.4% 主要是由於集團主要營運地區的平均折扣率較去年同期為低 首三財季的香港和中國同點銷售分別跌 日本就增長,毛利率增長0.6% 達到60.1% 存貨銷售日數亦較去年同期為低 似乎走出谷底 毛利率方面有回升的跡象 看看IT業務上是否真的走出谷底 看看今次的業績匯報上 我覺得完全未能確認 但為何股價今天有這麼不錯的表現 始終在講IT論估值去看 現階段就真的不算貴 甚至看到跌了這麼多就真的非常低殘 最主要市場對於它的看法都比較差 當然看到 廣告幾個是它的毛利率不斷地下跌 同店銷售仍然做得差 面對預租金上升的壓力問題真的非常之多 但今次的業績上 其實看到有幾樣有不錯的表現 當然第一看到毛利率 有改善的勢頭在 雖然毛利率有改善的勢頭在 但見到它銷售做得這麼差 甚至見到就算因為折扣減少而所帶動 但未來你的毛利率是否真的有條件 回升到像過往70左右這些水平 我覺得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這方面看得比較保守 第二為何可以帶動到股價做得這麼好 減報上有講到 傳貨周轉日數跟之前比較起來 有個回落的跡象 但是回落到多少 實數仍然是未公佈的 始終講到IT 傳貨周轉日數過往來講 都升到一些極高的水平 你說始終在講 在現階段市場都是流行 Fast Fashion為主 如果傳貨周轉日數這麼高 對它來說絕對是百害而無一利 但是今次的業績也講到 傳貨周轉日數下跌 是有個改善 但是跌了多少仍然是未知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看它的業務改善的時候 是要看業績公佈的時候 才能夠完全確認 甚至你看到第三季來講 銅店銷售無論是在中國 內地都仍然做得比較差 日本市場做得好也好 但是業務佔比仍然是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對IT的看法 我自己仍然會看得深深 雖然股價炒了上力 但是你說是否能夠馬上扭轉 劣勢 我覺得仍然有所保留 摩根大通 今天為IT公佈的財務數字 發表了一份報告 它說 IT公佈的2014年 第三季錄得勝預期的表示 尤其是香港區業務 香港銅店銷售貼幅收窄 和無利率電改善 因為IT減少對減價依賴 所以將IT投資評級 由減持上帖中性 目標價升22.7% 由2.2升到2.7% 摩根大通也說到 IT股價近月被低估 相信公佈第三季業績後 會出現反彈 摩根大通說到 IT減少對減價依賴 其實兆頭已經好轉了 所以大家對它來說 預視了它未來應該可以提高的事 的確有相關的衝勁在這裡 為何在IT之前做得那麼差 因為真的看到 之前那幾季的無利率不斷下跌 無利率下跌 就是因為它們要減價速消 為何要減價速消 就是因為它們的存貨周轉日數太高 存貨積累在這裡 所以要減價去賣貨品 但當然知道 經歷了一兩年的時間 去減價速消 存貨水平如果下跌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未來意味著不需要那麼大力去減價 但是你看看香港現階段的零售市場 其實基本面上看 是仍然同樣地有個鑽約的跡象在這裡 所以未來來講 能不能夠恢復一個強勁的同點思數增長 看這方面是有個難度在這裡 之前都提及到的 無利率是有回升 但是能不能夠回升過往最高峰期的那段時間 七成幾甚至接近八成這些水平 非常之困難 所以我覺得還要留意 就是在業績公佈完之後 究竟存貨周轉日數下降到一個什麼水平 如果只是輕微地下降 仍然是處於一些高的水平 這方面仍然是看得比較不是樂觀的 而且講過往來講ID 它的增長動力其實除了香港市場之外 都要看重到內地的發展 但是你看到現階段內地的市場上面 同店銷售都同樣地有一個放緩的勢頭在這裡 主要都是在說現階段內地購物 都是以網上購物為主 而ID在這個平台上面 是非常之不完善的 就算要開發也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對於IT的看法 我覺得短線來說是可以看反反彈 但是基本因素上看法 我覺得仍然比較審慎 反彈到一些高位 都可以考慮慢慢逐步沽出離場 好,謝謝 不如跟大家看看現時的IT股價最新表現 現時來說仍然升超過一成 升兩毫到兩元零八仙 左單毫跌一毫跌接近2% 鮑豪斯跌一仙 保斯隆跌接近3%跌兩仙 Joyce方面跌一仙去到六毫三 現時來說兩元零八仙 剛才摩通份報告 都說最近股價被嚴重低估 所以相信公佈完第三季業績後 會反彈 調升目標價去到2.7%位置 較早前的目標價調升了22.7% 雖然升超過一成上來 但對比摩通的目標價2.7% 仍然有相當大的水位向上 現時兩元零八仙 可否在第三季業績公佈之前 見到財務預報又做得這麼好 可否炒一會 炒一炒的確可以 因為始終今次的業績減報提及到 毛利率真是回升了 存貨日數減少了 所以在業績公佈前 在這個憧憬下 股價的確有條件做出反彈 但如報告所說 能否見到2.7% 我覺得真是要看到業績出來 見到存貨周轉日數真是大減 而且也見到絕會落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才有條件做到一個這麼明顯的反彈 論估值現階段 雖然是很便宜 現價的市盈率都是6.7% PE 但其實在預測市盈率上看 其實一點都不便宜 因為你看到業績上不斷倒退 這方面未來市盈率會不斷調升 所以如果業務真的不見不到 有改善的勢頭在 很難令反彈勢頭持續 不過好像之前所說 今次升了上來 我相信升勢可以持續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順勢一博我覺得是可以的 看法性的技術走勢 有貨的當然繼續拿著 但如果未買的 這些位置又不需要那麼急著 如果有機會回落 2元這些位置才順勢一博 但一定要嚴守指線位 20天線 即是10天線1.9這些位置 不跌穿1.9這些位置 可以繼續反彈博向上網 但短線來說 我覺得後線來說 短線阻力會在2.3、2.4這些位置 會面臨一個較大的阻力位 所以我覺得有貨的投資者 或者若然若駁一些投資者 短線目標應該是望返這個區間 2.3、2.4這些水平 好 今次來說 這份場務數字預報 做的相當不錯 最主要來說 前方提到的 同店銷售 香港與中國都要跌 跌3.4%和6% 雖然要跌 但跌的數字都已經縮窄了 而日本地區方面 錄了一個比較驚喜的數字 有18.6%增長 大家有沒有看重這方面的業務 還是仍然都是看重香港和中國的同店銷售情況 的確是的 如果看回IT的業務 分別在香港、內地和日本為主 但其實日本雖然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很之前提及到 始終在整個業務佔比對整間集團的貢獻來說 非常之細 所以就算日本經濟真的改善等等這些因素 都很難足以帶動IT的業務 有一個太大的變化 反而比較集中焦點 香港和內地業務上面的表現 但在這方面我自己真的不是看得太樂觀 始終在內地方面 最主要現階段購物潮都是一個網上購物為主 而IT本身都過分依賴他們店舖方面的銷售 租金上升本身已經是一個壓力 另外再加上現階段是輕網上購物 都令到店舖的經營能力慢慢下降 同店銷售是否能夠回復一個正增長呢 我這方面有所保留 所以第一 首先講到這個增長引擎 內地業務上未必會再出現 所以這方面對股價會造成一個壓力 第二,香港業務上同樣地 雖然零售銷售銷售市場仍然向好 不過都開始有一個慢慢轉弱的跡象 這方面會成為一個風險因素 而且講到香港市場 最重要的問題是競爭太大 仍然有很多行的品牌打進來 IT的品牌能不能夠跑贏 這方面真的不敢有一個太大樂觀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如果股價能夠反軟到2.3 不妨先行股出離場 最近來說,除了IT公佈了第三季的財務數字之外 一月中的時候,包浩斯公佈了第三季銅銷售數據增長 港澳地區上季銅銷售增長達到2.1 股價表現因而刺激起上來 都升了一成以上 似乎第三季本港的零售股表現做得相當好 你看到包浩斯的情況有少少不同 始終講的是最主要 銅銷售數得這麼好 真的在過往幾年的基數相對地較低 同樣地內地業務的基數較低 都令到在內地業務上面 有一個不錯的增長勢頭在 但這個增長勢頭能夠維持多久 仍然有所保留 而且同樣地兩者都面對著一個問題 競爭太大了 跟海外的一些歐洲、美國的品牌 H&M、Sawa比較起上來 這些品牌IT或包浩斯 仍然是有一個輸蝕的情況在 我相信這個勢頭短期來說很難改變 所以看回包浩斯的股價技術走勢 我都不敢看得太樂觀 大約見到今次出現業績後 的確有一個利好的勢頭在 短線不跌穿20天線 2.7這些位置 可以繼續看好 但如果後市有機會升到3.3這些位置 我都建議先行股出獲力 好,謝謝Anno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問問Anno 剛才所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隻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 稍後回來 就是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記得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稍後見